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長得很像土地公公 去想他的腦子構造到底是什麼東西做 這人太有才了 張君雅小妹妹,你家的泡泥已經輸了我 其實我並不希望大家把我定型成一個喜劇導演 可是拍廣告大家還是認為我是專長的喜劇 所以我廣告也是在拍好笑的 到後來拍了十幾年廣告以後 我就覺得既然我喜劇那麼受大家歡迎 那我就不要撐了嘛 她常常是很無厘頭的 可是她的梗是非常非常新鮮的 你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她那些點子 你不知道她怎麼生出來的 她天生就是命定來搞笑的 沒有辦法 更加藍 先出去 先出去 別在那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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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所有的 你記得 可是跟人家很不一樣 她會透過很輕鬆的方式 來講很嚴肅的語言 所以當你在看的時候 你其實是開心地去接受 她想要講你的語言 其實她平常很嚴肅 就是那個臉又不像 我還記得我頭一次問她的問題 不關於電影 我直接就問她說 當演員你會很兇嗎 因為她把她所有的幽默喜劇 跟對人樂這件事的感情 她是放在螢幕上 可是反過來講 我覺得喜劇的故事 本來其實並不好拍 很難拍 她有一點點鬆懈 可能戲就完蛋了 一個喜劇的導演 滿可憐的 因為她要想這個 到底好不好笑 我想她有很多的負擔 因為喜劇不容易 這邊呢 妳兩個要贏得一下 公告片 這是 這是超有 不是超有 是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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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認為阿勳覺得 取悅別人很重要 我覺得阿勳覺得 讓別人快樂很重要 就是一種感情的投射吧 因為我在她眼裡 我看到她很多 她對這部戲的努力 然後還有她對小婉的用心 她是充滿著 對電影有熱情的人 因為沒有熱情 其實很難拍好一個電影 那她充滿了熱情 做中破猜就是 做了一道菜 別人吃得很開心 那個廚師的成就感覺出來 就覺得 哇 好棒 那 對我來講 也就像一個中破猜 我拍一個好笑的 你有感受到 我在取悅你 你很快樂 我就很滿足 我就很開心 她是一個 真的是很不錯的導演 因為我覺得台灣電影的多年化 是需要像這樣的導演 再多出手 也很希望阿 還有中破猜2 中破猜3 熱帶魚啊 什麼的 什麼大鯊魚啊 之類的戲 繼續繼續出現 然後讓國變更好更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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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